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20之前应该都会是一个常态化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画面 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之行动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巡 有公布这样一段影片 然后就说这个是 大陆有四艘的海间船 然后进入到了金门的水域 所以他们就随即对它广播处理 大陆的官媒也有公布出来说 这个金门海域已经没有进限制水域了 现在福建的海警在这边常态化的巡查 然后等于说这已经显示出来 已经担刚起金门海域的常态巡查的 这样的一个职务 月圆谈天甚至还提到说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警的一个影片 刻意展现出来 五星旗跟金门同框的一个画面 也是展现出来说 他们说到做到 现在真的是常态化的巡查执行当中 昨天还有看到这相关的新闻 也让大家觉得说有点离奇 就是海巡署发现说 我们的澎湖本岛大概0.36海里 竟然有一艘中国大陆籍的货轮 然后他们就赶快就冲过去 就讲说怎么会离那么近呢 结果一到现场发现了 怎么是自己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游艇 上面装了AIS 就是船破辨识系统 所以他们就讲说 怎么会是装上了这样子的系统 就被误以为是大陆的船只 大陆的货轮 结果绿委就整个就崩溃了 昨天很多绿委在那边讲说 这个是敌我难分 这是国安危机 所以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 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安危机了 现在他们可能接下来又要讲说 怎么又不可以用 这种大陆制的产品了 可能又要再来一波 抗中保台的节奏带起来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钓鱼台这边东海这里 日本AHK报导 2023年初截至到年底 12月12号 他们发现到说 因为这个现在中日关系的紧张升温 所以大陆已经常态的巡航 就如同像是金门海域一样 他们讲说天数有变多的趋势 本来2022年最高天数是336天 现在增加了一天 更多了变成337天 还说现在停留时间也更长 光是在2023的3月30到4月2号期间 就长达了80个小时 创下了新高的记录 现在还有一些分析讲说 钓鱼台的状况恐怕也会是金门 就是会是金门的新常态 因为中国大陆的护卫舰 就每天都会往钓鱼台这边 这个黄岩岛附近 这边来巡查巡查 那进一步的 是不是可能会把这个远洋的 最尔小岛纳入管辖范围 那这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新现实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在这附近的海域 现在更加的展现出来 这个是寸土不让 就所有的他们所宣示的 认为是主权的 现在已经不再会用一种退让的方式 为着是什么 因为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 美国的一个围堵是越来越强化了 所以当然中国大陆的回击 也是更加的强烈 那我们来看看黄海这里 解放军的这个战机在国际水域 向这个澳洲的军方的直升机 发射了这个照明弹 结果澳洲这边他们就表示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完整的内容 他说这澳洲的海鹰是直升机 是澳洲驱逐舰霍巴特号上的一个舰载机 当时正在监测 北韩是不是违反国际制裁 偷偷运这个违禁品 结果他就进入到了黄海 那当然中国大陆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黄海再怎么样 也是这个朝鲜半岛 跟这个中国大陆共同包围的 那其实平常都是 南北韩交界处的一个热点 那所以你这个澳洲来到这边 当然中国大陆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点跑太远了 所以也让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 现在有一点点紧张 所以澳洲那边就讲说 今年可能习近平就不会去访问澳洲了 不知道这后续还会怎么样的升温 那菲律宾这边同样也是 美国好像也是跟这个菲律宾 站在一块说要兼并兼军演 我们直接来看画面 他这个幽灵骑士的这个炮艇机 他模拟了这样子的一些画面 他们就出动新一代的 AC130J的空洲炮体机模拟对于 中国大陆的渔船目标进行射击 然后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军 在灰色地带冲突反制策略的关注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也带来一些争议 可能会导致冲突更加升级 现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就说他们这个 这样子是代表说 你们将会要采取反击的措施吗 菲律宾的一些海警船也跑到了黄岩岛 中国大陆他们就有一些对峙的反击措施 我们也来看画面 因为他们进入到了黄岩岛的12海里之内 现在解放军他们也有画面出来 根据他们的军事频道报名说的一个报道 他就说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 近期派出了一些巡逻船进入到这个12海里 所以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全力拦阻 用高压水炮迫使他离开 甚至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讲说 对菲律宾提出了5个停止 希望他停止散播假讯息 也不要再一直闯入 这个南沙群岛跟黄岩岛来误导国际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周边 也算是一个中美角力的一个延伸了 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这个很简单 这个美国是在中国所有沿海里面 就在惹是生非的在搞 那菲律宾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你在美国的撑腰之下 想搞一些事 但是所有我们看 所有沿海的冲突 都是一种软性的冲突 你比如说这个人家的飞机也好 船也好 用广播 人家有回应吗 没有回应吗 你能做必要的措施 能做出什么必要的措施 就是今天我们在金门 马祖自从进海 这个祖全被没收以后 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我们估量很 很客观的估量一下 金门能采取什么行动 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因为你的海巡艇 跟人家的海巡舰 盾位差得也多 你会不会为了这个事情 去引起真正的军事冲突呢 也没有 因为他的海巡船只在这边巡逸 并没有对来往的船只进行检查 扣留或者禁止 这些行为都还没有 所以我都称为这种叫软性的 示威性的冲突 就是说在战争边缘以外 还没有到 接触到所谓区域的冲突了 但是这个政治的姿态 摆得很明 就是说 就是我的主权范围之内 因为都在中国大陆沿海 最莫名其妙是澳洲 澳洲给美国当狗腿子 去跑去检查人家的 这个所谓走私 你到黄海 你到我家那海来 虽然也是靠近北韩 南北韩 但是你也没有道理跑过来搞这个名堂 今天设个照明蛋那是客气了 今天把你击落 或者是逼你回航更难看 所以这个问题 你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但是我不相信会影响 中国大陆跟澳洲的来往 因为毕竟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互补跟互虚 澳洲也没有道理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所以这个东西在军事冲突来讲是非常小的事情 这个发射照明蛋那根本没有伤害性 没有伤害性 那个拿这个炮艇去打一条中国的这个 模拟的中国渔船也是一样 这都是什么 不敢真正动手引起战争 又不甘心不表态 这是双方的作为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海军也好 海巡也好 表现得还算蛮客己自制的 没有 因为你维护主权的话 对任何我的领海 或者我的经济水域里面 我有权利执行扣押 拘留 没收跟机会 那这种行为都没有表现 我觉得问题是政治上的回应 尤其现在又迫近520了 大家看看你赖清德的表态 是什么样的表态 美国也很关心 美国也在三要求赖这边要克制 我的经验 美国是他要控制 我讲他是一个管控狂 什么闲事他都要管一管 那么现在他最重要的乌克兰战场 以色列的战场 跟这些东西他都控制不了 都影响到拜登是不是选举会落选 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至于轻易挑起 中美之间的军事上的任何冲突 所以拜登的行为大概要维持到他选完 那么选完川普以后是什么场面 我们就很难讲 这样子已经觉得是川普会上了 因为川普是造成全世界恐慌了 这个叫黑社会要提升保护费 所以日本赶快要跑去签约 我们赶把明年的约签一签 他的话也很站在商人的立场 就是说你不交保护费的 那现在我们不要说看日本的笑话 现在要看看台湾要交多少保护费 这个因为我们连保护费都说不上 没有条约 但是军火要买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要看的 川普这个人是可编性太大 猜不透 好 我们来问一下预方委员 我觉得大陆的海警船 在金马的进限制水域这种航行 我个人认为他是常态化 甚至是永久化 就像他在钓鱼台所做 现在钓鱼台几乎每天都有 中国大陆一艘 至少一艘海警船在那边缓绕 日本的渔民在那附近捕鱼 他甚至去那边进行驱赶 对我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我刚刚看一下我们海巡署官兵 其实我对我们海巡署的人员 我是非常同情的 你要知道他们要巡航的 海域有多大 台湾四周都是海 而且全世界也没有这种 所谓的海巡署 就海巡这样一个单位 还要去守岛 你看我们今天的东沙岛 今天太平岛都是海巡署在守 因为李登辉的时代 他说要立下一个和平的 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把陆战队从东沙岛 太平岛都撤走了 海巡署在那边 你本来在海上做一些治安 维持治安的这样一个 动作的这样一个单位 竟然跑到岛上去要守岛 又守海又守岛 这个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有 所以我真的很同情 海巡署的这些官兵 非常的辛苦 可是话有讲话 我刚才看 我们刚才有海巡署的弟兄说 所以我们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刚才就讲了 那我请问一下 你所谓的必要的行动是什么 你说吗 你要撞他吗 还是要你把他集成 对 驱离 他如果不离呢 不离那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是我讲这个话 也不是说风凉话 我是替这海巡署的官兵 觉得很辛苦 你真的要怎么做 你上面敢下个命令 你说把它集成吗 把它撞成吗 你不敢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小快艇 或是一个 或是一艘渔船 他是中共的海警船 你要撞他过程中 他就无线电 就找更多的 不仅是海警的船 搞不好连他们海军的船都出来了 这个不是就在引发战争的吗 我认为即使民进党政府 即使民进党政府 他大概都不乐见 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爆发战争 离大陆这么近 离台湾这样的远 你如果在那个地方爆发这种冲突 不管大型的小型的 你认为我们可以占得到便宜吗 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辛苦的一件事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个危机 危险也是个机会 你刚好给我一个借口 你以前画金线制水域 有的时候划到我的旁边来了 我就忍了忍 你现在被我找到一个机会 我干脆全部都不承认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就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未来 我只能说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 这个不是治安的问题 这个也不是军事的问题 这个完全是政治的问题 只有两岸的政治的关系 缓解这个稳定之后 才有解 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会持续下去 好 来问黄奎博老师 我先谈一下黄海这边的问题好了 因为澳洲它说 解放军的坚实战机 对它的直升机发射了照明弹 这个是不专业 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 澳洲一直坚称说 它是在国际的水域上面 但我还没有看到中共的反应 但是我会猜测 我会猜测 这个澳洲它应该不会 那么接近北韩的领海 因为总是会造成一些 比较大的争议 领海再往外走 有12海里的临街区 这部分到底是不是澳洲飞机 在飞行的地方 我不敢确定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 国际上任何公布的图像 可是如果澳洲只要 它往不管是辽宁 或者是山东半岛的尖端 那边移过去的话 它说不定就会被解放军认为说 你已经进入到我的临街区 或者是临街区外面的 比较接近的专属经济区 当然这个不是中国大陆 自己可以管辖的 我说临街区跟专属经济区 但中国大陆或许 国际法上这是有争议 但是是可以做的 它可以要求你离开 会不会是中间的沟通过程中 澳洲的直升机不管它 它就继续在那边 监测北韩的一些飞弹 或飞机的行动 最后因为我说过 它的位置可能比较靠近辽宁 或者山东半岛的尖端 所以最后 中国大陆的军机 就设了一个照明弹 作为一个警示 这个是有可能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说实在大家可能慢慢见怪不怪 因为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在去年应该下半年吧 澳洲也是政府讲的 不是小道消息讲的 它说中共的潜艇 对澳洲的潜艇 用了什么超音波还是声纳 影响了澳洲军事人员 在潜艇里面的健康 我也不知道影响到什么健康 但这个是澳洲官方说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个中国大陆跟澳洲 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隔得蛮远的 然后关系似乎在慢慢的恢复 但是在军事上面的这些矛盾 其实因为这个不是澳洲自己 想要跑那么远去做 因为有一次我去澳洲的坎贝拉 他的首都去访问 就看到去他战争纪念馆 战争纪念馆里面 有一圈墙壁上面 刻着世界上很多的地名 不一定在亚洲 可能在欧洲 可能在非洲的都有 我就问导览的人员说 这些地名到底什么意思 他说澳洲曾经派兵去过的地方 我说你为什么要派到那么远 他给我一个答案就说 美国人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 包括前面两位前辈讲 其实很多就是美国希望澳洲 去帮他看 当然日本也会执行这些相关的任务 所以我只能说黄海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是特例 然后他应该以后 我们偶尔也会看到 澳洲也不会松手 但是中国大陆我想他也不会放松 将军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 直升机本身的征照能力就很差 直升机只能做目视侦查 因为他带不了什么大型的 电子征收的设备是第一个 那照明弹根本是no harm 比我们看个烟火差不多 至于澳洲讲那个声纳 声纳每个潜艇都不停的 对外要用声纳 第一个要看看路 地下水流水沟 这个也造成什么叫伤害 你澳洲的潜艇就不打出声纳吗 我不相信他在航行的时候都会有 所以这个都就是一个借口 就是不安全 他认为是不安全 事实上根本在我们军人来讲 这算什么 给美国有个交代就对 你要我去我就用一个安全的方式 台湾也犯这毛病 那条误认为中国大陆传的 绿媒来讲国安问题 你把国安弄得太小了吧 国安是这种解释法吗 国家的安全用这个来解释吗 所以小题大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这个365天 人家巡航了337天 那等于天天在 那根本就告诉你 钓鱼台是一个没有人的小岛 在军事上没有军事设备的小岛 他为了先是赌钱就下这么大本钱 那对台湾金门马祖他会 他不会不会搞吗 就这样变常态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天哪 谢谢